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午安 欢迎各位参与由黑暗对话所主办的一起跨越线上分享会 在疫情的影响下 我们是否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相处了呢 而彼此在沟通上是否会需要更多的磨合 偶尔是不是也会产生一些困扰甚至是冲突呢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在小小的空间里跟家人有最适当的沟通呢 好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主题是近距离沟通术 每天都在小小的空间里要怎么对话才好啊 邀请到的主讲人是朱欣怡心理师 他是台湾第一位取得海峡两岸征兆的重度视障心理资商师 在2018年当选十大杰出青年 目前是看见心理资商所的心理师 个人也完成了1300场以上的演讲和工作坊 超过1800人次以上的个别资商服务 授课以及资商的经验非常的丰富 在讲座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 是否确定都已经关闭您的麦克风 在演讲的过程当中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提问 都可以以文字的讯息的方式留在聊天区 或者最后用举手的方式 最后老师会预留一些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提问哦 接下来我们就把宝贵的时间 交给我们今天的主讲人 欣怡老师 大家好 今天下午一切都好吗 我感觉实在是在这个时候 就是感觉我们好像在一个交替的时候 所以一下在家办公 但是一下好像要出门工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我们的生活一直在面临着变动 虽然看起来我们的疫情好像渐趋稳定 但是生活里面的变动还是如影随形 好像一直会持续着 也不晓得什么时候 我们才能真正的把稳定的状态兼顾下来 那我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自己我叫做朱欣怡 是一位心理师 所以我今天会用心理的角度 累积我十年的资商经验以后 我会各位分享的这个近距离工通鼠 那为什么我们想要在这个时候特别分享近距离工通 我相信各位其实都很有感受 就是在我们的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 其实大家面临的最大的压力之一 就是要关在小小的房间里面 大家这么小的房子 但是我们有这么多人要在一起 到底要怎么相处 那我们买的都是豪宅又不是豪宅 那不可能有一个人一间房间 可是你看小孩有小孩的事 他要身上学习 他现在比较OK的 因为现在开学了 可是我们大人有大人自己的事 然后夫妻之间 或者是有时候还会接自己的父母回来同住 其实人和人的沟通一直都存在我们之中 但是在近距离的时候 当我们都被关在一起的时候 这种沟通的修炼就特别特别的重要 因为这时候我们最会被勾起来的东西 就叫做情绪 在心理学里面 我们都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我们要有催产素的分泌 它是一个天然的抗压的荷尔蒙 就是当我们产生压力大的时候 其实催产素就可以很帮助我们 天然的人体自带解药去抗压 而这个催产素的产生 就要透过人和人之间的连结 但是就这一段时间里面 身为心理师的我 听到最多人 有人跟我分享人和人的连结 让他觉得很幸福 他没有这么长的时间 跟家人待在一起 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彼此磨合 没有这么长的时间能够彼此共度 享受一些愉快的时光 但是更多人会跟我分享 他们觉得关在一起 非常的辛苦 以前眼不见心不烦 然后眼不见为净 而且都不用产生摩擦 反正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我们两个精水不犯河水 一切相安无事 但是现在好像都没办法 就是什么事情都看得到 然后又这么近距离 这么的贴近彼此的生活 所有事情都要沟通 商量 一起来讨论 怎么解决 他们觉得实在是太辛苦 太辛苦了 所以我们怎么让关系 从辛苦变成幸福呢 那就是今天很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麻烦下一页 我们的近距离沟通数 为什么会产生呢 近距离会勾出我们每一个人的情绪 我刚才已经有跟大家说过 而我们心理学统计是说 当情绪一上来的时候 理智就gan over 大家了解吗 理智 情绪的力量是理智的七倍大 也就是明明知道 这件事是我错 我理亏 我应该跟你道歉 可是因为我情绪上来了 所以我死也不认错 我自己也很常常有这种感觉 就是好像明明知道是东西不应该买 可是看了电视购物还是很想买一下 那都是因为情绪 或者是你知道有些东西不应该吃 可是你还是有那个欲望去吃了 那也是因为你的情绪 所以常常我们的情绪一上来的时候 所有的理智线就断裂 你就不能用冷静理智的方法 好好的沟通 好好的处理 那在我们人与人的相处 那么的近距离的时候 那些摩擦 这些冲突 都很在所难免 但是如何 不要勾起我们自己的情绪 也不要让我们的表达 去勾起了对方的情绪 我们两个才有可能 真正能够讨论事情 处理事情 所以为什么今天会想要特别跟近距离 跟大家分享近距离沟通书 就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情绪的力量太大太大了 好 那第二个很大的原因是 我们情绪没有对错 但是表达情绪的方式有对错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其实如果你是为了爽 说一下 就是骂你是猪啊 这样子 为了我爽 所以我抛出一个情绪 那你就怎么说 怎么开心 就怎么说啊 反正情绪没有对错 每一个人都会有生气 都会有不耐烦 都会有悲伤 情绪本身没有对错 但是当你只是因为爽 而表达出来的时候 那个是不叫沟通哦 就是你单方面只是抛出去而已 这完全没有沟通 如果你希望的是 对方能接到你的球 并且能跟你好好的讨论这件事 希望的是解决问题 那这时候表达情绪就非常重要了 但是我看到好多人就是 爽快一时冲出口 常常有气话 对不对 就是 你死了就不要给我回来 或者是你出来就不要给我回来 或者是说 说一些让人后悔很久的气话 就是你明明当下没有那个意思 可是你就是因为一时忍不住 你就说出来了 但是这件事情 就会造成后面的结果 更无法解决 所以我想前几次 我们的一起跨越 这样子系列讲座 不管是我的另外一位心理师 叫杨胜宏心理师的 或者是我们的林信红 街头艺人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他的音乐 从他的音乐里面来产生一些 对人生的理解 这些都很有帮助 就是我们怎么先安顿自己的情绪 我们怎么先让自己不要勾起来 那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 表达情绪怎么样 不要勾起别人的 好麻烦下一页 所以我累积了十年的资商经验以后 我觉得大概最重要的 就是这四个注意事项 那我就会一条一条来跟大家分享 我发现第一个最重要的 不要勾起别人的情绪的方法 就是人与事分开 你会说 这不是废话吗 我也知道 我们也表达应该对事不对人 大家都把它当做一个教条 我们应该对事不对人 但是大家真的知道 为什么不要对人吗 另外一个是 怎么做到不要对人吗 这个是 今天我把这个注意事项 放在第一条里面最大的关键 为什么我们要对事不对人 为什么我们如果想要事情得到解决 而不是只是我爽而已 我们更要注意对事不对人 因为刚才有提到 情绪被勾起来 那是理智的七倍大 七倍 所以各位想想看哦 当你在对人批评 对人攻击 那时候已经不是讨论事情了 那时候真的就叫人身攻击了 你没有在表达情绪 而是在表达你对这个人的不爽 这个人的否认 你否定他 你对他的不肯定 你对他的批评 所以这时候的冲突 绝对绝对会产生 沟通绝对陷入 Game Over的僵局里面 因为你把对方 这个是地雷最大的地雷 就是如果你一旦攻击了这个人 绝对就是不行的 我都一直跟大家说 自尊和面子是我们两个最不要碰的东西 因为如果你碰到 不管是自己 当然要放下自尊和面子 因为你会觉得 有些人毛很多 好难沟通哦 因为他很有自尊和面子的问题 你自己千万要提醒自己放下 好 那可是人性就是99%都有 那99%都有 我们踩到他的自尊 踩到他的面子问题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会跳起来 那时候有道理的人 也会变成没道理 可以沟通的事情 也会变得不能沟通 好 所以踩到他的地雷 这是我们千万不能犯的 让自己不要人身攻击 让自己的尽量的表达 就是对事情 说这些事情 那你会说 很简单啊 你说的很简单嘛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们常常 对事不对人 可以想象的是 有一种情况是 比如说 你跟他说你要洗碗 你说的是 你又忘记 要洗碗了 就这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是说 你这个人很不负责任 你这个人都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你这个人很健忘 这个人根本都没有重视家庭 好 那时候你就在说他了 但是我们很容易搞混 因为我们沟通事情 也是跟人在说话嘛 所以很难保对方会误解 以为你是在骂他 明明你是在对事 可是对方就是会感觉你在骂他 那这怎么办呢 我们要怎么对事不对人 我给大家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沟通工具 叫做堆叠上去 我知道各位有没有玩过堆积木这个游戏 堆积木这个游戏是越堆越高 越堆越高 所以当你要玩堆上面的积木的时候 你就不会把下面的积木给拉掉抽掉 你只是会一直往上不停的堆叠 这个叫both end的眼光 就是你对我也对 我听你说你也听我说 好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知道一方面你有这样这样这样的想法 那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这样这样这样解决 有没有更好的可能呢 那时候你没有否认他的想法 也没有否认他的行为 也没有否认他的举动 都没有哦 你只是提出了另外一个 而且是堆在他的上面的方法 当这个时候你给他面子 他就比较容易给你面子 你上到他就比较容易上到 你给他一点尊重 他就比较容易给你一点尊重 所以你先听到他的想法 他的感受 你先去接住了 你就比较容易说 你的话 而你在沟通的时候 他也比较容易能够去理解和接触你 所以我很推荐大家把堆叠上去的这种说话方式 养成平常的习惯 就是你不会说 不不不 你这样说是错的 你都没有想清楚 我就跟你讲这是不对的 你虽然在对视 可是他真的会感觉你在对人 你在否认他这个人 所以平常养成一个习惯是 对对对 有这样的可能 对 这的确可能 好 这是一个方法 那我也看到另外一种有没有可能 或者我看到另外一种会不会有 有不同的效果 那时候我们的说的沟通就更有力道 你的建议或你的想法或你的情绪也能更容易的传达到他身上 好 好麻烦大家 麻烦我们就在下一页 好 说完对视不对人 大家已经觉得 哦原来对视不对人很难耶 不过我们有一个工具叫做 堆叠上去 both end 你对我也对 第二个我要跟大家提醒的注意事项 就叫澄清是事实还是推论 什么叫做事实 什么叫做推论呢 大家现在在PPT上看到的会是一只大乌贼 他喷出了一大堆的墨汁 这是我们谈判的时候很常用的一个招数 叫做乌贼战术 就是你喷出大墨汁的时候 别人都只会看到那个大墨汁 然后就被搞得乌烟瘴气 到时候乌贼在哪里都不知道 所以谈判的时候很常用乌贼战术 是因为我们就想要搞乱对方的阵脚 想要让对方搞不清楚我们的虚实 然后去要到我们的最大利益 而我发现在我们近距离沟通的时候 更长这件事根本就浑然天成 我们的乌贼战术很自然就上升了 那怎么说呢 就是像我们看过连续剧里都是这样演的 就是比如说老公很晚回家 老婆已经辛辛苦在家里 准备了一桌子的饭菜等着老公回来了 可是老公回来就忘了先打电话说一声 说今天会晚一点回来 然后到时候饭都凉了 老公回来的时候 哇塞那个冲突就起来了 老婆就开始大骂老公说 你啊我不是跟你讲过很多次了吗 你如果晚回来你一定要打电话给我吗 你根本没有重视我的感受 你知道我辛苦 我就是为了这个家 听到这种关键字啊 老公就会 我辛苦啊 不是都是为了这个家 你以为我喜欢加班吗 你以为我喜欢任客户运筹吗 然后就开始说老婆就是说 对啊我就会觉得你都没有重视我的那个家 像对比我们家的老王啊 或者是我表哥啊 他都会怎样怎样对他老婆啊 然后老公就会又忍不住 就会开始说 你啊就是这样 我跟你讲你妈就是说你爱比较 你什么事都爱犯旧账 你真的这种女人哦 那时候就会开始你妈我妈她妈 我们到时候全部都在讨论的是墨汁 没有人会真正的讨论的是乌贼 就是那到底以后晚回家的这个问题 我们要怎么解决 所以大家都陷在乌贼里面的时候 你根本就无法解决问题 你只是一直在发现你的情绪 发现你的不满 或者是你到处打 你在墨汁里根本看不清楚方向 你到处想要沟通 想要表达 想要抒发 但是都打不到正确目标 然后而且对方还会回你的 是更让你伤心的话 所以如何去区分 到底什么是事实 什么是推论 不要让我们自己的沟通 像是乌贼战术一样 你需要就是更聚焦 你到底想要跟他沟通的是什么 那我们很常在沟通里面就会说一些话 你从来不 你从来不 你没有过 你未曾 你一点都没有 你每次都这样 你总是这样 这些话都是墨汁 很容易让人陷于说 我哪有总是 我哪有每次都 我哪有一点都不 你们都会去吵这个墨汁 而不是去处理真结点的问题 所以给大家第二个 就是要提醒自己注意 你讲说来的话 到底是事实还是推论 如果是推论 很容易就让彼此的沟通 陷于一个僵局里面 因为彼此都在争吵那个墨汁 到底谁的墨比较浓 谁的墨比较稀的问题 没有去处理那个张乌贼的事情 所以这是第二个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近距离沟通 那不然我们再下一页 第三个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注意事项 叫做以自己的需求出发 以自己的需求出发 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发现 在我们近距离的状况里面 有好多事情都需要沟通 好多事情都需要协调 但是啊 我们在这些沟通协调的时候 我们好像都常常用指责 对方的方式来说 我其实常常不明白 为什么啊 比如说你去参加活动的时候 对方就会说 工作人员就会说 请你帮我把手机收起来 我真的不明白 我去饭店住宿的时候 你会常常听到工作人员说 这是早餐券 明天早上七点到九点的时候 请你帮我把早餐券拿到餐厅 我其实不明白 为什么要帮我 但是我后来学了心理学 我才慢慢了解 原来以自己的需求出发来 帮我一个忙 这样的表达方式 你比较容易真的得到商量 讨论和别人的配合 所以我们与其用骂的 让对方配合我们 我们还不如说 他帮我一个忙 像是我在疫情期间 如果大家有听我之前的讲座 就会发现 我的喉咙其实不是很好 那时候因为我的鼻痘炎 引发我的支气管炎 所以我有一阵子 医生特别交代 你的环境要干净 而且环境里的空气 最好是清新的 不能有二手烟 我本身是不抽烟 但是我的家人是抽烟的 他们以前在我面前 自然而然就拿出烟来抽 都没有问题 我也都觉得OK的 但是那一阵子 我就特别跟他们讲说 因为我的支气管有问题 所以请大家帮忙一下 配合一下 他们都那时候都跟我说好 可是你知道 这是你的需求 不是他的需求 所以他很常忘记 他们就还是会拿烟出来抽 那时候我当然可以选择 大骂特骂 跟他们讲说 我们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 不要抽二手烟 你们不知道我的身体怎样吗 你说我支气管炎 这样很容易并发吗 我当然也可以这样子啊 可是没有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因为我知道这个指责的方法 让人的配合度很低 如果我用帮我一个忙的方法 那时候我跟他们讲说 我知道你们哦 就是真的会忍不住想要抽烟 而且会忘记嘛 对不对 可是真的 我现在那个支气管 不能承受这种事 所以你们帮我忍耐忍耐啦 帮我忍耐忍耐啦 当我说帮我忍耐忍耐的时候 根本不会有任何冲突 也不会有任何争执 他们就会直接把他烟袭了 下次他们又想要忘记 还会彼此提醒说 忍耐忍耐啦 帮他忍耐忍耐啦 所以当我们想要商量沟通 不管是这个空间要怎么运用 这个时间要怎么分配 现在做家事 你应该先做饭 还是我应该先扫家里 有太多事情 我们都需要彼此沟通商量了 那时候用帮我一个忙的方式 大家会更容易得到彼此的配合 好 麻烦下一页 我们第四个注意事项了 第四个注意事项 就是请你表达具体的改变期待 具体的改变期待是什么意思 大家不要以为 这不是大家都应该表达自己想什么吗 我告诉你 我发现好多人都不会 尤其是对于家人 我们都觉得他们应该懂我 他们应该贴心 他们应该有同理心吧 他们应该了解啊 这个我不说 他应该也知道 怎么还用得着我说呢 大家都容易有这样子的迷思 可是我真的要很老实的告诉大家一句话 没有另外一个人能懂你 就算你的家人 我们也要很沉痛的了解 很沉痛的领悟这件事 你不说别人真的很难了解 如果你遇到是一个很灵巧 很贴心 很懂事的人 那就真的恭喜你赚到了 但是如果你遇到一个需要你沟通 需要你说出来你的需求的人 那真的就是正常 正常人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对家人之间 更需要去好好的沟通彼此的需求 表达具体的期待 比如说像我那时候啊 就是要录音 有录音的事情 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讲说 老公我等一下要录音哦 我以为哦 我这样说他就懂要做什么了 可是你知道吗 我录音的时候才发现 哦塞 音响怎么突然开得很大声 他不知道我要录音吗 然后呢 门突然关起来很大声 然后冲马桶声音也很大声 然后他出门了 一声也很大声 他真的不知道耶 他不知道我说 哎老公我要录音的意思就是 你可不可以不要有声音 所以我下一次要录音的时候 我就回去跟他 我就跟他讲说 哎老公我跟你讲啊 我要等一下要录音 大概一个小时 你这个小时就帮我忍耐忍耐 那这个小时呢 我要录音的意思就是 尽量有声音的事情 都不要发出来哦 比如说是你要洗碗啊 你要开音响啊 或者你上厕所 你就先不要冲马桶 因为我们家隔音太差了 然后或者你关门就要很小声这样 我要说的很仔细 他才哦哦哦 原来你需要的是这样哦 所以各位你真的不要以为 别人就以为知道你的需要 很容易别人就会忘记 所以啊表达具体的需求和期待 是我觉得在疫情里面 我们更需要注意的事情 免得我们有很多无谓的冲突 你说啊我下班回来好累哦 你以为你讲出这句话 对方就会知道 现在要给你泡茶 给你按摩 给你放洗澡水 还是不要跟你讲话 因为你累了不想讲话 还是要跟你一起看电视 还是你需要睡觉了 他不知道你 所以你的意思是什么 在进去沟通的时候 这个平常不会注意到的 都会被放大 就是因为你们有太多事情 都需要彼此沟通了 所以请不要以为别人就该懂 好麻烦下一页 我在我的粉专上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距离未尽 伤害越深 我想距离越近哦 我那时候指的其实是 亲属关系的距离越近 不要让伤害越深 但是我觉得空间的距离 真的也是很大的距离 就是让我们之间的距离越近 不要造成更多的伤害 那时候就是 我们不要去让自己的情绪 很容易起来 更重要的是 你在表达你的情绪 在沟通事情上面 不要去勾起对方 无谓的防卫和抗拒 就会让对方 比较愿意去配合 比较愿意帮忙 比较愿意跟你一起 来同心协力的看待问题 好 我先讲到这个时候 然后我请 我把麦克风 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发问 好 老师你好 我是小编 然后有人询问说 请问老师 之前第三集的时候 影响到工作量 导致收入减少 虽然看起来 近期景气似乎回升 但是工作量 却没有成长的迹象 收入持续不稳定 觉得焦虑 想请问老师 我该如何调试这样的情绪呢 非常好耶 我听到这样的问题 我就会想 哇 你看 好仔细哦 还有听到我第三集 第三集跟大家分享的 第三集好像是在跟大家讲说 如何让自己提升自己的战斗力 让自己的心理更有战斗力 我想哦 的确是疫情好像有回温的趋势 但是我们的工作好像没有办法那么快的恢复稳定 我自己也是的 我自己也是 目前的工作也没有办法完全的 就跟以前是没有疫情前是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刚才听到 这位伙伴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 叫做情绪调试 如果说我们都一定要压力解除了 才会得到压力调试 那我们就只要等着世界变更好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是有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可以调试的 所以很重要的是 区隔到底什么是你现实上的压力 什么是你心理上的压力 比如说经济收入不稳定的这件事 因为对我来说 我自己也做了这样的功课 才能安住我自己的心 就是说我的确现实上就有很多压力啊 比如说我的房租怎么办 然后比如说我有这么多的团队帮手 我不能不付给人家薪水啊 人家帮我工作我就一定要付给人家薪水啊 然后还有我们家里有很多家用啊 你知道坏的东西总要维修吧 卫生纸总要买吧 所以有好多东西 然后孝敬父母是不是一定要有呢 也要有一部分的钱来做这个部分 所以我要第一个是 我先区分我现在的焦虑 我现在的压力 有多少是来自于现实上的因素 而这些现实上因素 我就要去想出每一个的备缘方案 比如说孝亲的费用临时给不出来了 那我可不可以死皮白烂一点 就是让我自己放下自尊面子 跟我爸妈忏悔一下 然后请他们原谅我 这件事是不是就解决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心里就会安一些 那如果我的同仁 我要发薪水给大家 可是我发不出来 那怎么办 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先去借钱吗 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扩展财源吗 如果具体的现实上 我先有了这些打算 这个是帮助我安心一点的 可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想象出来的 比如说你会担心下一个月 如果还是这么的不稳定 那我怎么办 我一定会焦虑死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思已经会跑到未来 然后去吓自己了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真的要去避免它的 而这个部分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觉察哪些是你吓自己的 哪些是你让你自己这么焦虑的 你的心一直跑到过去 你看你看那个好像我们防疫不是很利 会不会下一步马上又来了 然后的是你会担心你的未来 你会焦虑你的未来的状况 那这些就是我们真的需要调试 而你是需要先辨识清楚 把它觉察出来 你就会比较知道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 让自己回到现在 OK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 面对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就是先区别什么是现实 什么是心里自己下自己的 现实的部分 我们就好好去一条一条想被人方案 心里的部分 我们就有一只想办法把自己拉回现在 希望这样的回应可以 谢谢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或者是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 我刚才没有说清楚的部分都可以 请问还有人有问题吗 目前的话老师身上是没有人在询问了 好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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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大家有问题 都可以透过我的 朱新一世上心理师 这个粉丝专页 我们再继续讨论 或者是还有什么 我可以来协助大家的部分 那希望今天 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家人节是我们最珍贵的资产 能够同住在一起 不管是家人 或者是你的同居人 或者是你的室友 都很好 都很珍贵 那些都是你很重要的财富 如何让自己的距离 不要造成沟通 和表达情绪上面的绊脚石 那我也特别在这里 跟大家推荐一个 我们黑暗对话的暗示迷宗 亲子版防疫升级版 这样子的活动 为什么要特别来跟大家 以心理师的身份来做分享呢 因为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就非常相关 如何在一个完全黑暗的环境里面 跟家人一起团队 然后去完成很多的闯关 我觉得这是训练大家的沟通表达 训练大家的团队合作 训练大家彼此了解 然后彼此不要去踩线 然后更训练大家 能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合作的意思 就是情绪不要很自然的跑起来 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 这个活动等于是我们今天 的这样的分享的一种延伸的版本 大家可以去透过这样的活动 去真实的体验 如何不让距离的近 造成我们更多的伤害 而是更多的亲密和合作 好 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换给我们的主持人 谢谢 好的 非常谢谢心仪老师精彩的分享 我们也很诚挚的希望能够透过今天这样的分享方式 帮助你找到近距离对话最适合的方法 我们也期待在疫情趋缓之后 依然可以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尤其是家庭成员之间彼此的关系 所以如同刚刚欣宜老师说的 黑暗对话在这边要为大家来推荐一个很有趣的活动 就是暗示迷踪防疫升级亲职场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曾经参加过类似密室逃脱的活动 黑暗对话的暗示迷踪就是以黑暗情境为元素 所设计的闯关活动 希望能够借由短暂的体验 增加你和家人之间的互动机会 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也能够更加的了解 是亲子沟通对话很棒的一个媒介 现在我们已经同步把相关的活动讯息 还有购票连结分享给大家 欢迎大家支持黑暗对话社会企业 在疫情过后送给自己和家人一份特别的礼物 现在就可以赶快上去订票咯